張崑陽週一深夜在臉書發文表示 離開香港流亡一年後 他將正式轉往美國 前往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攻讀國際研究碩士學位 繼續香港議題的國際倡議工作 目前已經著手向美國政府申請政治庇護 他還提到 在海外奮鬥的港人或許寂寂無名 但都有一個光復香港的共同志願 未來雖然困難重重 但期盼能用自己微弱的力量 為香港堅持奮鬥 另外 已經獲得英國政治庇護的 香港民主人士羅冠聰也在臉書發文 要張崑陽保重 並深信兩人很快可以見面